虽然美国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意外下降 但是美股三大指数丝毫不受影响 再加上矿业股在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经济 华尔街星期二全线上涨 道琼斯指数上扬83点 收在42208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0.25% 收报5732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0点 收在18074点 国际原油价格则是全线微跌 截至今早9点 WTI纽约原油微跌10美分 每桶71美元 波伦特原油同样是微跌10美分 每桶大约是75美元 5美元 线私下跌10施铁总统 这边妳看下20美元 欢迎订阅 或者是3月8日 过去令大约 超约1个人 それ可以看下20美元 超约1% 为大约4美元 超约4美元 均签6美元